這個選舉就選了XX 老實講我 我就很佔大就是說 為了打柯文哲一個打不到 搞不到整個台大院XX 這個有時候真的是 叫殺紅眼 你知道蔡正軒怎麼講嗎 他說那麥克風很節儉 那你政權會用比我還高 我心中追的XX 他當然比我選擇 XXX那個什麼 XX就是那個 那個不是世大人結束嗎 說什麼黑衣人 憲兵抓人脈還摘贓到我身上 他一個在 他一個在什麼XXXX 震驚現實 等一下XXX XXX 那就拿出來看 就要開始發脾氣 為什麼跟他道歉 我XXX 結果他不來是我被站在這邊 我剛才講過 XXX 我講髒話要道歉 真倒楣 把柯文哲搞毛 就可以當部門區立委 XXX 這個很奇怪的標準 有議員團隊 這是 你可不可以表演 XXX 我們私底下在講話 講得更難聽的都有 我們最重要的推手 這個選舉要選的XXXX 大家 IGOR jeżeli 鏡頭前一度氣到飆出口 被指控強摘病人器官的柯文哲 火力全開 同閉對手 又用選舉奧鋪 外來變成仲介買賣器官 後來變成活摘器官 我看下一步大概就是 由女生帶個小孩子來說 什麼 我覺得很佔大就說 为了打柯文哲一个打不到 打不到整个台大医院 这个有时候真的是 叫杀红眼的 太没品了 真没品 火大就因为网络匿名爆料 直指柯文哲将还没脑死的病患 注射过量的降血压药物 等心脏停止跳动 检察官判定死亡后就取得肾脏 国民党立委更说 有接获医界大佬投诉 台大医院在2005年前 疑似对26例未判定脑死的患者 摘除器官 更拿出2000年 柯文哲挂名的临床移植期刊 提到使用叶克膜支撑 无心跳腹部器官捐赠为题的论文 暗指柯文哲违法 我现在是火大 干脆这样 你们要讲话的人 全部出来正面 不要在立法院里面 你就出来正面直触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要搞什么 柯文哲强调器官捐赠 都有家属检察官同意 不会有问题 而根据了解 安宁缓和条例2000年通过 要判定脑死才能弃捐 因为这是个非常专业的医疗的问题 可能必须有 真正具有医疗背景的人 才有办法判断是非吧 连胜文说法保守 但柯文哲才被爆料 强摘器官 台北地监署就说台大医院 有一套非常严谨的程序 目前看不出有违法之余 因此没有必要分案调查 这说法等于是打脸了 检举的国民党立委 上日半年受邀演讲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以改变从台北开始为题 分享胜选后的实证经验 但一提到选举后的政治现金申报 一不小心就爆了出口 连正人在監察院胜报的 政权贵用比喻还低 你知道蔡正人怎么讲吗 你说那国民的民党比喻很节俭 那政权贵用比喻还高 我心中觉得 堂堂一个台北市长 公然讲张话 而且那个字又跟性行为有关 有失一个台北市长应该有的 基本的行为规范 那个字尺度限制级 所以要帮你把他给逼掉 蔡正人回应也没再客气 这么呛原来只是因为 监察院选后公布政治现金资料 柯文哲拿到快1.4亿 连胜文还比他少了3000万 而竞选支出自认横省的柯文哲 最后竟然都和连胜文花的一样多 约莫是1.4亿 连胜文在监察院申报的政治现金申报 你相信吗 他申报了政治费用 他的政治费用 你相信吗 他不是一个很守信用的一个政治人物 不是很诚实的政治人物 他说他只要政治现金收到8000万就关账 他竟然超收了6000多万 收了1亿4000万 那表示他就骗选民的感情嘛 最恶劣的形容词全出炉 半年前的死对头 隔空互呛的呛辣程度 扎底让人以为联合大战还没完呢 他当然逼我选择 他XX那个什么 对了 媒体包围问问题 柯文哲被逼急了 脏话于柱子一不小心又冒了出来 为了抓大巨蛋泄密内鬼 柯市府对幕僚进行测谎引发争议 但柯文哲强调从来没强迫 柯市府测谎查泄密 让柯文哲哀轰 律师说如果以考机或开除等手段 强迫员工测谎 可能触犯罪重三年的刑法强制罪 测谎的三名嫌疑幕僚 包括市府顾问张艺善 因为他身体有状况测不出来 副市长邓家机的机要 刘英仁则通过测谎 不过林清荣的机要 黄子维因为拒绝测谎 愤而离职 这个人拒职也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这个是有另外的事情 所以这有两件事情凑在一起 刘英仁秘书他那么认真工作 他自己本身也除了这个生气之外 他也希望能够做一些澄清的动作 所以我想就是说他主动要求 应该对事情的澄清有帮助 邓家提起自己的幕僚 刘英仁暴驱 认为他无辜卷入泄密风波 但测谎成了事实 演乃外科问哲 被狂酸成了白色恐怖的贾海人 3D新闻综合报道 丢骰子玩互动游戏 市长柯文哲带领小朋友 一步一步挺进关卡 来到双语学校 柯文哲也得开口讲英文 看似融入游戏 但没想到下一秒又破功了 这么无聊的游戏可以玩这么久 不觉得 真性情忍不住脱口而出 前一晚上网红呱急的直播节目 以一个吃了诚实豆沙包的人生 为题当作讨论 谈到不爽政论节目乱毁谤 竟让柯文哲狂飙脏话 在外面大处散播你的谣言 伤害你的名誉 你不会觉得内心很难过吗 你回去看柯文节目 哪一个不是在毁谤柯文哲 哪一个是真的 我最X的就是那个 那个不是寺大人结束吗 说什么黑衣人啊 什么黑衣人 什么抓那个什么 反正就是 哎 拜托 宪兵是我管的吗 国安局是我管的吗 干我屁事 宪兵抓人吗 还栽账到我身上 还一个在 还一个在什么 什么叉叉 震惊现实 哎 我的 等一下 等一下 还一个在 X的 稍微忍一口 讲到激动处 柯文哲关不住嘴巴 几乎快让主持人招架不住 镜头外的幕僚早已经冒冷汗 但毕竟骂脏话不太好 就怕变成不良示范 讲在直播上面说脏话 哎呦 平常讲的更多 好来我们再一次 不怕小朋友学起来 态度超淡定 只能说柯市长 果然吃了诚实豆沙包 那就拿出来看啊 就要开始发脾气了 柯文仁疑似标粗口 骂的是北农总经理吴英尼 在脸书PO出考察报告 你是现在是体制内的总经理 你有什么意见 那你要进来报告 不是在写脸书 那你的报告PO在脸书上面 我觉得太离谱了 我就实在受不了这种事情 每一次的开会通知 我们改建小组都有派员前往 需要亲自去说明的部分 我也都有去参与会议 吴英零整理会议记录 证明上任至今 为了市场改建案 参与过市府11次会议 打脸柯文哲指控 我最受不了的是 你还找议员来咨询我们 然后再影射说 那个是不是少10亿议员 然后我们党人财务 这个我就实在是太火大了 这个太过分了 这搞什么鬼啊 并没有说故意说去做什么 去做什么动作 去质疑市长 其实是不可能这样子的 不止吴英尼暗辟柯文哲 港币自诱 柯P也因为器官买卖争议 被质疑无地方使 吴翔辉告你毁报 我在讲奇怪 是姚文哲请假还是怎样 怎么发生这种事 被吴翔辉攻击 柯文哲却调侃 帮姚文哲助选的姚仁多 让当事人暴气回批 柯市长最痛恨别人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指控 却把帽子戴在姚文哲阵营头上 这样的做法跟吴翔辉 有什么不同吗 我也知道姚文哲不会干这种事 姚文哲会吗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 因为人家很愚蠢的 就是一个很笨的那种 那种选战的攻击方法 杨仁多已经回复 我们不想再介入这样的政治扣税 曾说指控要有证据 柯文哲却影射对手 批评别人拒绝沟通 也被资料打裂 柯批标准弹性十足 难道只有他傻瓜你聪明 你不用跟吴翔辉道歉 但是你要跟北农道歉 我为什么跟他道歉 结果他不来 是我被赞在这边 市长突然爆出口 一场静默三秒钟 我刚才讲的 我讲这样话要道歉 真倒霉 一提吴英宁 就像踩到柯文哲大地雷 市长暴怒不是第一回 但发脾气 也得诗出有名 先前市府官员一口同声 批评吴英宁没开会 现在被发现 原来是抹黑 根据会议记录 吴英宁亲自出席 包含两次 有决策权的双首长会议 以及柯文哲在场的 四次市长式会议 总共十一场 经不起质疑似乎恼羞成怒 还是对吴英宁很有意见 争议起源在于第一果菜市场改建 牵涉庞大利益 细看北农和市府规划的差异 除了经费相差11亿 吴英宁主张扩大拍卖面积 北农比市府版本 增加将近1万平方公尺 在高度设计 北农也主张挑高 应该要有10米 但市府版本只有6米 不过吴英宁版本 减少许多停车空间 现代化的这个拍卖场 应该要挑高 如果说按照现在的规划理念 它其实是高度上来讲 是跟四十几年前的 是差不了多少 我是不知道是说 他懂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在讨论过的 没有理由输给一个 北农的总经理 我后来发现 有些建议可行的 他们都已经 他就已经把它列入那个 这就是因为 舆论风向大转弯 柯文哲再一次陷入北农危机 谈到吴英宁多次爆出口 是就事论事 还是夹带私人情绪 社会自有公平 有预言说吴英宁要不分区立委 把柯文哲搞毛 就可以当不分区立委 这个很奇怪的标准 是口头禅改不了 还是柯文哲一听到吴英宁 就跳脚 爆出口要对吴英宁道歉吗 道歉 我没有在讲他 现在口头禅你知道 讲人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不过是这样啦 在议会上讲错就讲错 生计归生计啦 问题还是要解决嘛 所以下个礼拜一 我们还特别加开那个一次那个双手掌会议 来讨论那个市场改建 所以到时候 这个吴英宁如果有什么意见 就进来进来那个双手掌会议来讨论 市场多次指控吴英宁不愿沟通 虽然已经有记录证明吴英宁有参与会议 市场改建方案也是依双方提议来修改 不过柯文哲明显对吴英宁怒气难平 就连过去主张剖脸书是公开透明 当对象变成吴英宁似乎就不行 双重标准受到质疑 你是体制内的总经理 你不是在还在搞农运你知道 哪有说你在体制内的人跟长官 那沟通是透过这个 透过脸书的 这才太奇怪了 难道你上班都跟你老板用脸书在沟通 他讲了意见 后来问公务局 他们有的也有接受 但是不能说 就是说你讲了人家百分之百要接受 所以这个我就觉得实在是不对 以金三度为吴英宁爆粗口 堪称是打骗蓝绿无敌手的市长 换不掉吴英宁也拿他没辙 双风僵局是否有解 下周一开会见分校 不应该要退步 台北市不要只是在讲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台北市议员许淑华越说越委屈 眼泪就这样掉下来 因为前一天台北市长 这样对待 中了三十万啊 三年中三年 要不要继续中 其实我们都有在中 这是议员 议员把这个当成话题再打 我们还是有在中 脱口而出脏话事隔一天 公园处长亲自登门致歉 但柯文哲就是不认错 我们私底下在讲话 讲得更难听的都有 人家私底下讲话也跟人家脱路再拿去放 舒华他是民进党新潮流吗 你都知道你还问 这么认真的监督预算 那为何这样的监督预算会被 所谓的说我们在政治操作 要不要道歉我觉得取决于他个人 但是呢 我想社会会有攻断 我相信市民眼睛是雪亮的 我们是不是要这样的市长再继续 甚至呢他还想要角逐大位 道歉两个字 柯文哲说不出口 还把错推给民进党新潮流 处长道歉市长提油救火 镜头没在拍跟平面记者对话 柯文哲口无遮拦 刚连任开呛议员 辅会关系想必处处阻碍 可以照个像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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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难下屏扫街 不过似乎也引发不少民怨 民众骑车买菜必经之路 却被竞选团队塞得水泄不通 不时听到有人碎碎念 不过日前柯文哲这一段碎念 就被质疑难道是在标国骂吗 这个月二号 柯文哲在进总开幕准备接牌时 询问立委邱成远 立委参选人李友宜呢 但这串台语让网友听了 质疑爆粗口 让我们再听一次 不少人跑到陈志涵脸书报区 说都被粗话羞辱了 怎么还做得下去 甚至还有网友自称科粉 说看了影片很难过 希望可以换党主席 前面那个字幕上面的字幕 它绝对不是我用语 因为我没有用那种习惯 我在想当时是讲的 自己说那个就抹黑了 这个政治空耳哥的现象 我认为是非常的不可取 分裂我们的团队 当事人跳出来澄清 说都是抹黑奏谣 不过前幕僚则心有戚戚焉 前摄影官潘俊玲发文 柯文哲骂下属他也不意外 提醒要记得自保 就连对手侯友宜也抓紧机会狂酸 这种事不会是新闻 先前柯文哲才因为 标骂赖湘玲幕僚是狗 还说赖心得放狗咬人哀批 如今一段台语又被解读成 是脏话羞辱幕僚 仅晚当事人称是误会一场 但柯文哲屡屡或从口出 只怕对选情造成负面影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